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主在家里没想到又看到了恐怖的水鬼 之后一连几天女主是精神涣散 女主的爸爸一看情况不妙 给女主找了一个居住到家里的心理医生 女主一开始对医生本是排斥 好在在医生的疏导下 两个人的关系日渐缓和 可是就在两个人关系有所好转的时候 女主突然发现医生居然和自己的爸爸有一腿 这可气坏了女主 这天到了女主妈妈的忌日 女主一边给妈妈祭拜 一边询问是否记得几年前的那件事 原来曾经有一次女主在户外洗澡 意外被一个男人看到 并且差点被这个男人强暴 好在最后女主成功逃脱 找到了爸爸 可那个时候爸爸正在歌厅花天酒地 得知女主的事情他不但不相信 还大骂是女主穿的少 不知廉耻 奇怪的是女主竟然在爸爸的酒会上 看到了刚才想要强暴自己的人 在这之后不久 那个人便车祸身亡了 这件事也不了了之 说到这儿女主痛斥爸爸 正是因为她的花天酒地 才导致妈妈死了 现在倒好 爸爸直接将小三带回家了 爸爸见到女主情绪激动 也只能安慰她 并称 其实她和医生已经在一起多年了 不过不管爸爸说什么 女主都对爸爸和医生充满了不屑 医生看出了女主对自己的不满 为了证明自己确实有真本事 让女主认可自己 医生立刻拿出了几套装备 称 要帮助女主摆脱梦中的梦魇 女主当然不相信医生 但最后只熬不过 只能安上了一气 随后女主便进入到了 医生所说的三重梦当中 梦中女主再次化身清纯的模样 而且再次见到了水鬼 就在女主想要逃脱水鬼的时候 女主的爸爸突然出现 挡住了女主的去路 紧接着女主便从梦境中清醒了过来 根据女主的状况 医生分析 很有可能是爸爸 在女主成长的过程中 让女主产生了心理阴影 之后在晚上休息的时候 没想到医生也梦到了水鬼 还被弄伤了腿 醒来后 医生跟随着声音来到了户外 不一会儿就看到一个 手持电锯的面具男人出现 医生被吓得不轻 好在家中还有爸爸在 在两个人合力下 制服了面具男 揭开面具男的面具一看 原来此人是女主的前男友 而他之所以闯进女主的家 前男友美其名曰称 是为了保护女主 话说到这儿 医生和爸爸也不好再追究下去 而就在这之后 爸爸也向女主解释了当年的一切 原来爸爸和医生 两个人是青梅竹马 两个人从小一起长大 直到后来谈婚论嫁 可是爸爸的父亲死活 不同意这场亲事 并且为了破坏这段姻缘 强行让爸爸娶了女主的妈妈 爸爸根本不爱妈妈 再加上辜负了医生 每天活在自责中 为了催眠自己 爸爸只能每天到外面 滑天酒地 没想到女主在听到了事情的缘由后 选择原谅了父亲 一家人也重归于好 此时 医生为了帮助女主 摆脱梦境中的水鬼 决定大家一起到女主的梦中 帮助她 在梦中经历了众多困难后 医生和爸爸以及女主 终于来到了女主的心门 现在只要打开女主的心门 知道了女主内心中最深处的恐惧 就能从此摆脱女主的厄运 而当众人神色紧张地打开心门后 发现女主真正恐惧的 实则是怕自己失去自己的爸爸 既然知道了女主的恐惧 大家就打算从梦境中出来 没想到出来后 医生被困在了梦境中 看着医生愿意为自己做这么多 女主不禁流下了眼泪 呼唤医生为妈妈 而最后女主的呼唤也成功将医生 从梦境中呼唤了出来 好了 电影到这里 也就结束了